哈囉 大家好 我是紫辰 今天要和你聊的是 大燈不會亮 我的車大燈不會亮 最近要驗車了 那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這個頻道的話 我在這個頻道會和你分享的是 汽車 汽修 賺錢 創業 網路直銷 相關話題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幫我訂閱我頻道 好 追蹤我的IG OK 我們馬上進入正題 好 這台是我的車 現在大燈一邊不會亮 然後我最近要驗車了 是不換不行 然後呢 我們打開引擎蓋以後呢 我們會發現大燈的 附近呢 其實 蠻多障礙物的 然後我剛好又是這邊 這邊的大燈不會亮 你看這個手要伸下去 蠻擠的 這邊呢 這邊就 還蠻寬的喔 遇到這種大燈不會亮的 它有可能是大燈開關壞掉 大燈保險絲 大燈線路 大燈的積電器 或者是大燈燈泡 可是呢 我在修車 我直接大燈不亮的話 我都是直接先檢查燈泡 因為我覺得說 燈泡燒壞的機會最大 OK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 因為手要伸進去換大燈 然後我要先把這邊的位置清 開一點 讓我的手可以伸進去 然後也比較方便拍攝 然後我先把這個 進氣口拆掉 然後這邊有一個扣子 這扣子呢 是往上拉 這樣子 塑膠扣 然後拔起來 先放旁邊 然後呢 這個就可以往上拉 這樣子 它這個呢就是 塞到洞裡面 然後 你把上面那根串下去 下面的這個扣子就會 打開 打開以後呢 它就會變大 變大以後 就卡在洞裡 這樣子 所以就是把上面的扣子 抽起來 然後這個 底下的 就可以拉起來 好 我們先放旁邊 然後呢 這個 這個只是一個塑膠的 進氣口 把它抽起來 溫柔一點喔 因為它是那個 塑膠的 它有一個 四邊形 然後不規則 所以它是防呆的 等一下 就這樣子 插下去 OK 我們現在空間 有稍微比較大一點了 然後你看到一些 電線 是我加裝的強光器 就是新的電線 然後先把它撥開 讓你看得比較清楚 先稍微整理一下 OK 我把障礙物移開以後呢 這個黃色的呢 就是大燈的插頭 然後就是電源的插頭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電源插頭 往後拉開 那記得我們在拆大燈的時候 建議大家都是把大燈先關掉 不要開著大燈換 第一會沒電 第二呢 我怕你就是拉一拉 怕袖斗到保險絲燒掉 再來就是如果你是 HID或是比較特殊的燈泡 你會燙到或電到 所以呢 我們建議大家是把燈關掉再來換 OK 黃色的插頭往後拉開 那它是 3PIN的插頭 然後 為什麼3PIN呢 因為正電負電 然後還有一個遠燈嘛 所以它有 就是 3PIN 然後我這個 接頭比較特別 我這個接頭已經換過了 我這個是陶瓷的 插頭 為什麼要用陶瓷呢 因為陶瓷 耐熱 那有些 原廠的插頭是塑膠的 所以呢 它比較不耐熱容易融化 那為什麼會融化呢 因為有的 大燈 太熱了 因為像我改 瓦數比較高 比較亮 像我的燈是80 100瓦的 正常 原廠應該是55 65 70 差不多 那我這80 100瓦的瓦數高 所以燈泡很燙 那我就改這個陶瓷燈做 那還有一個可能是 接觸不良造成 電阻過高發燙 那也會造成插頭融化 所以呢我這個是 已經 27年的插頭塑膠的 所以呢 我就把它改成這個陶瓷 全新的插頭 那就是燈泡會比較亮 這樣子 OK我們插頭拉開以後呢 我們接下來 要開燈泡 那插頭先放旁邊去 好這電線拉開以後呢 就是 這個燈泡 燈泡這邊有個鐵絲 很難拍攝 我盡量啦 那鐵絲呢 它是勾住的 就要輕輕 先壓下去 那壓下去 往旁邊拉 它就會彈起來 彈起來 它就有一個 有點像開關這樣子 那這個大燈是H4的型號 然後呢 打開以後 燈泡呢 就可以拿出來了 那你要記得它的 角度喔 好 慢慢拿出來 小心 不要把燈泡擠破了 好 OK這顆就是我拆下來的燈泡 那這顆燈泡呢 是 我看拍得到型號嗎 可能要對焦一下 哇 萌萌的耶 怎麼辦 啊我用手機 手機給它特寫好了 那這個燈泡是藍色的 藍色的它是傳統的乳素燈泡 然後 你可以看到 屋絲裡面的屋絲已經燒掉了 所以是 大燈燈泡壞掉 沒有錯 我們換一個新的 那這藍色呢 就是 發亮的時候 它看起來 會變成白光 那為什麼我沒有改 HID或LED呢 因為現在的 HID跟LED 很便宜 我還記得我高中 十年前的時候 我買一組 大概 要六千塊的HID 那現在呢 我記得我去那個 網路上看 其實都很便宜耶 就買得到 HID跟LED的燈泡 然後我之前沒有改 是因為想說 第一個驗車麻煩 第二個怕 太刺眼 不過現在的 燈泡都有做魚眼的設計 所以 其實還好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 改裝一下 那記得驗車的時候 一定要換回來 不然會驗車驗不過 然後記得 你要有 配備魚眼 不然就是你要 燈光要調整好 不要刺到 這個 對向來車的 這個視線 就是刺到他的眼睛 會造成你自己 非常危險 也造成其他人的危險 甚至 有可能被檢舉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 換一個燈泡 那這個數字 呃 我直接念好了啦 不然 我也來著拿手機 第一個是 H4 H4是這顆燈泡的 型號 第二個是 12伏特 就是電壓 電瓶電壓是12伏特 它是小車用的 大車是24的 再來就是 瓦數 它是100斜線90 然後W就是瓦 那為什麼是 100斜線90呢 因為它除了 有近燈也有遠燈 所以它有 兩個 瓦數這樣子 接下來呢 我拿了一顆 新的燈泡 這個燈泡是 透明的玻璃 它是傳統的 乳素的顏色 然後 再裝下去之前呢 我會先 插好插頭 然後 試開看看會不會亮 再裝下去 這個是 防呆的 你不可能插錯的 因為你插錯根本插不下去的 OK 那我們先測試一下 我們先 溫柔的把它 插下去 好 插頭插好以後 我先放著 然後我要去開大燈 然後 確定這個燈泡 周圍不要有東西 因為等一下 開燈以後 燈泡很燙 我會開大燈跟遠燈 所以等一下你會看到說 如果會亮的話 會有 會有那個燈光 會有遠近的變化 那我去開一下 好 確定這個燈泡是好的 然後我們就把燈泡裝下去 好 接下來我們把燈泡 塞下去 那它這個燈泡呢 你有看到有三隻腳 然後記得剛剛 拿下來的時候 是 呃 就是這邊朝上 然後它 你放下去的時候 它剛好也會有三個缺口給你 然後如果你放 放錯角度 比如說你這樣放 放錯的話 它會是 歪歪沒有平的 所以你會 馬上就會發現 然後 喔呦好擠喔 對了 跟大家聊一下 最近呢 我的影片呢 開始 有一些朋友開始看了 然後呢 當然呢 有些人會支持 有些人會不支持 那我的角度就是很簡單嘛 我就是 在學修車的年輕人 然後學著學著呢 我拍一些影片 希望可以幫助到大家 那如果你覺得沒幫助 也沒關係 那我就是記錄我的生活跟學習嘛 那我就是記錄我的生活跟學習嘛 然後呢 就我有時候在想說 我拍影片 表達自己的想法 然後 跟學到的東西 那有時候 我也換個角度想 就是 在看我影片的人想要聽什麼 就是 我在猜你可能是 喜歡車子的 我在猜你可能 對機械 有興趣 你可能 喜歡自己 弄一下你的車 自己 研究研究 你是氣修科的 什麼之類的 然後 我就會想說 你們想聽什麼 然後 所以有時候 我講的比較慢 有時候講的 比較囉嗦呢 也請大家多包涵啦 好不好 那就 盡量 我也是盡量 好放進去以後呢 我確定有放平了 然後就把這個勾子 剛的 鐵絲 這個鐵絲 給它 勾起來 一樣下去 然後 勾進去 這樣 壓住 然後勾 放 OK 這樣子勾住以後 這個燈泡 就不會 亂搖晃 然後呢 也有正 確定有平 這樣子就可以了 然後正常是還有一個橡皮啦 只是我的那個橡皮已經老化了 我就把它拔掉 有橡皮是比較好的 可以防水 好 然後接下來就 塞我們的 塞我們的 擦頭 那這擦頭一樣 OK 它都塞進去 然後 剛剛的 進氣口 那個 塑膠進氣口 照著它的 形狀 跟方向 然後 如果 你已經看到這邊 你可以幫我的影片呢 如果 如果 你已經看到這邊 代表你對這個 汽車 可能是蠻有興趣的 如果你想要收到更多 相關的內容的話呢 你可以幫我按個 訂閱 或是 如果你已經按訂閱 你可以幫我按一個 喜歡或不喜歡 就是 對我一個非常大的支持 OK 我們塞進去以後呢 這個線 把它 塞下去 好 然後 這個洞 咦 洞咧 在這裡 然後一樣 扣回去 扣好 然後這個 咦 這是有牙的 所以它可以旋轉下去 好 這樣就不會開了 然後呢 我們就去開燈 試試看 OK 燈泡換好了 這邊比較黃 這邊比較白 因為這邊是那個 藍色的燈泡嘛 這邊是傳統的燈泡 那不過沒關係 我到時候會 最近要驗車了 我會再做一些調整 然後 感謝你的收看 我是子晨 那如果你 對這個汽車有興趣的話 或是對直銷創業 賺錢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加入我的 FB社團 你可以追蹤我的 IG 那我會把這些 嗯 資訊呢 都貼在下面 說明欄的地方 我們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掰掰 下個影片 床